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邓伦杨子官宣 同时成立的两个工作室拍出可爱的照片 娱乐圈的荧幕情侣不少,同时在剧中深受观众喜爱 现实生活中会被替换,有很多截图 戏外同框一举一动都能被CP粉猜测,有希望为的变萌 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荧幕情侣真的能成为现实 以网络寒和热巴在节目中是这样分组CP的 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好感,但也有人认为两人是很般配的 当然不止这些,还有邓伦和杨子这对荧幕情侣 他们已经在一起过很多次了 并且有传言说私下关系也很好,会加倍CP粉的慷慨 而自从两人合并成相密后,朋友们就一直在等待两人同框 不管是行为还是节目,两人的互动都会让CP粉校不负责任的阿姨 说起邓伦,从相密开始,她就正式成为了当红演员 她的资源也好很多,发展也很好 而杨子也是如此,她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她的演技奇迹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通过倒数两人的结盟作品,结盟不止一次 而是两人走红后相密中的甜蜜瞬间让观众觉得他们是绝配 许多观众非常期待看到她 不过两人只是好搭档,CP粉们只能用可爱围着自己 不过还是很希望再次见到两人的同盟 同一天,邓伦和杨子工作室同时发文公告 晒出两人可爱合影,官宣邓伦,杨子成为商标代言人 不少网友看到之后,都透露等了太久,终于来了 邓伦杨子官宣 两个工作室同时合影,一起拍了可爱的照片 网友,终于来了 这一次,邓伦和杨子能又是盟友了 这也是为了让等着他们两个的网友有点大方 不过既然两个人只是好同事 这种戒备还是要牢记在心,等等 等两人以后能把更多好作品带给朋友 发展会越来越好 吻过邓伦的四位女演员 第一个超级恶心,最后一个最甜 大家都知道,如今娱乐圈有很多著名的堵车 相信大家对邓伦应该很熟悉了,尤其是近几年 不仅带给大家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而且也参加了很多非常火的综艺节目 她最近几年也和很多女演员有过合作 而且很多人之前应该都看过她和孙怡共同出演的《因为遇见你》 很多人都说两个人的吻戏有点嫌弃的感觉 其实邓伦也和很多其他的很多女明星有过合作 比如之前出演的《非常火》的电视剧《欢乐颂》 虽然在这部剧中戏份并不是很多 但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都说两个人在剧中的吻戏非常的清纯美好 甚至有很多人都表示看到了自己初恋的样子 相信很多人之前应该都看过《非常火》的电视剧《湘密》 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也让邓伦和杨子人气上升了很多 其实很久之前两个人就有过合作 不得不说两个人的再次合作非常的成功 在这部剧中两个人也有过吻戏 很多人看到之后都感觉非常自然 相信很多人之前应该也看过由邓伦和迪丽热巴共同出演的电视剧《1001夜》 这部剧播出之后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甚至传出过两个人之间的绯闻 但是之后人们才发现其实两人只是好朋友关系,在这部剧中两个人也有很多吻戏 很多人看到之后都感觉非常甜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